上一次我們講完共產黨的成立和一帶 大家要記住 在7月1日就是我們100周年的黨慶 其實大家都看到 當日開會是7月23日 但為何是7月1日黨慶 上集說到開會時很混亂 開完大家都忘記了哪天開會 只記得7月 他就說不如7月1日慶祝吧 現在7月23日 就是因為現在的歷史學家 他們做了很多考證 推敲7月23日正式開會 我們說明是1922年7月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又在上海舉行 今次大會分析出一件事 在這個階段我們的最低要求 就是打倒軍閥 推翻國際帝國主義 反帝反封建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定下方向後 就為革命鬥爭指明方向 同時他們制定了第一部 中國共產黨黨章 他們一直都很堅持 重視宣傳工作 成立了第一個黨機關部 叫嚮導 由蔡和森擔任主編 同時在會議做出階級定成 說明革命的動力是來自 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 而敵人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 所以都算是對政下弱 今次會議也決定要分兩個階段實現革命 第一就是要推翻帝國主義 消除內亂、建設國內和平 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 而最高綱領當然就是要做到工農專政 廢除私有財產 達到共產主義社會 中華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上海南成都路 庫德里625號召開 出席會議的代表總共有12個 代表全國195名黨員 說回當時的情況 其實當時工人運動 真的整個中國發生如火如荼 在1922年長沙發生了華實沙廠 二千多個工人的罷工 當中兩名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領導 先後被湖南軍閥殺了 這個時間開始 1923年全國連續13個月發生罷工 經歷了一百多次的鬥爭 參加人數是三十萬以上 其實我們聽過香港也有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當時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原大罷工 大家都知道在殖民地時代 我們華人的地位是很低 華人的海員和白人是同工不同酬的 大家做同一份工作 人工很差一倍 差不多相差五分之一 好像我們現在的男女都同工不同酬的情況 在1921年3月6日 蘇紹貞、林偉文在香港成立 中華海原工業聯合總會 在1921年9月首次向脂肪提出加薪要求 大家沒有人理會他 到11月再提 結果還是沒有人理會他 但是外籍船員就升了15%的人工 華人就沒有份 去到1921年1月12日 海原就忍無可忍了 講明如果達不到他的要求 就會進行罷工 另外罷工工人也爭取了 香港運輸工會的同程罷工 去到3月已經有10萬人參與 由於交通中斷 香港其實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沒有什麼 整件事就搞得很嚴重 中國共產黨的廣東支部 亦都發出警告罷工海原的傳單表示支持 又派了李啟漢的人來到香港加入鬥爭 很多罷工工人就在這個時候 因為沒有工作 就選擇回到中國內地 港英政府就見不對勁 因為如果這群人回去了 香港就永遠開不了工 這個跟我們一向的認知有些不同 其實原來中間也有一段時間 反過來我們中國或香港人 就想回到上面 其實以前是沒有一個實際的邊境 所以人們的流通都是很頻密 其實當時沒有一個 好像現在有樓關口 有什麼關口 我們知道 喜歡的就隨時走來走去 那些是戰後的事 戰後的事 去到192年3月4日 他們就在沙田 走路回廣州的工人 開槍宿舍 打死了四個人 受傷都有幾百人 後來重傷不治的都有兩個人 史稱沙田慘案 震驚中外 到了3月8日 港英政府就知需 唯有接受工人的要求 回復工會的狀態 加薪和安撫死傷者的家屬 這次罷工雖然犧牲了很多人 但是喚醒了工人的意識 壯大了工人運動的發展 後來1923年2月4日 就爆發了京漢鐵路 3萬名工人大罷工 令到工人的運動去到第二次高潮 2月7日 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 軍閥吳惠夫 北洋軍閥 調動軍警 在京漢鐵路沿線 血腥鎮壓罷工工人 京漢鐵路總工會 共產黨員林長謙 和京漢鐵路總工會 共產黨員施陽 分別被殺害 二七慘案發生後 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這個時候 黨領導的工人鬥爭 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 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 只是靠工人階級孤軍作戰是不足夠的 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第二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 工人缺乏基本的民主權利 所有較大工營的工人鬥爭 都會受到反動軍警的武力鎮壓 所以如果沒有革命的武裝鬥爭 僅僅是靠罷工或其他合法鬥爭 其實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國共產黨人正正因為這些經驗 就進入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 經過了工人運動的慘烈犧牲之後 我們終於明白到敵人是幾個強大的 這個時候 然後共產國際和國民黨開始接觸 李大超陳獨秀 跟國民黨人慢慢開始有辦法談 在1923年7月 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 他們認為國民黨在中國現有的黨之中 是比較接近共產黨的 說回國民黨 其實宗教人死後 袁世凱解散了國民黨 孫中山被迫再次著草去日本 去到日本之後 對原本的國民黨非常失望 他將國民黨改造成為中華革命黨 在1914年7月 他繼續用這個名字號召革命 但要宣誓效忠個人領導 這個時候他的老同志 黃興、陳廣明這些老同盟會人 拒絕加入 一直磨磨磨磨磨磨 到1919年10月10日 正式改名為中國國民黨 你那時候或者中國國民黨 他一樣是依附軍閥上 因為他自己沒有軍隊 到了1922年6月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陳廣明叛變 即是廣東的軍閥 把孫中山趕上一架 叫永豐艦的艦 叫做永豐艦事件 當時孫中山在上面 就要人救駕 為什麼發生了 後來蔣介石上位 其實蔣介石在上海 玩女人、股票等 蔣介石一聽到孫中山出事 所以立即過來救駕 所以之後 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關係 就會這樣建立出來 但是陳廣明事件 其實都是推進了孫中山 為什麼會去聯絡俄羅斯這個大老闆 因為那時孫中山 本身又和陳廣明在一起 孫中山主張是用三民主義 和他的建國方略去搞革命 建國方略是什麼呢 他又提出 除了西方的三權分立之外 再加了兩權 就是考試權和監察權 是很怪的 考試權是什麼 考試權 就是類似他以前 好像考科舉一樣 就是提拔公務員 就可以純粹靠考試來做到這件事 那監察權 是不是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 新聞媒體的監察權 他是類似ICAC那種 就是完全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的監察權 所以即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其實不會有一個新聞 去監管所有東西的威力 其實沒有這些 那時的建國方略還提出 這個三階段的革命論 就是要行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 軍政是什麼呢 軍政就是和軍閥打 要建立軍隊 訓政就是大家要聽孫中山訓事來執政 直到最後才進入憲政階段 憲政又是什麼意思呢 憲政就是根據憲法 依法治國 但是陳廣明就提出的是聯省自治 類似美國的聯邦制 所以兩個不妥 孫中山就在這個時候發現 原來這些軍閥全部都不可靠 是不會聽他之敵的 所以有時說 創辦人就不一定會經營的 所以他這個時間就想著 喂 既然我創辦人不懂經營 我不如想想辦法 去外面請個專業的經理人 幫我搞定這間公司 所以他就想到俄國這個大老闆出現了 對 沒錯 所以那時候他就找了包羅亭 對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時間最有能力幫到他們的 其實就是俄國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俄國用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 這個人是最有創業經驗的 他的CV最漂亮 所以孫中山也留意到了 列寧原來在中國也搞了一個共產黨 就是好像一間外國大公司 在中國搞一間新的新創公司 孫中山也很有興趣去投資他 所以就抓了他們出來聊天 特別是剛剛我們之前說過的 他更加明白到我們的軍權 我們要馬上找俄羅斯去聊天 去合作 跟一些國外大企業去談合作方案 所以孫中山說過 今後之甲命非以俄為斯斷無成就 他談到成功合作之後 他就派了蔣介石一群人去蘇聯考察學習 其實當時他的三民主義 大家都知道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 其實孫中山是未寫完的 所以民權主義的時候 其實他就懶了 有人問他民權主義是甚麼 他說民權主義即是共產主義 就是用最簡單的上網抄法 其實最初我們中國共產黨認為 我們的合作之間應該是透過兩黨合作 好搞定嘛 我說我你還你 大家清清楚楚 但是當時馬林已經開始提議 我們中國共產黨個人身份去參加國民黨 當時我們中國共產黨 其實就是共產國是一個分公司 支部仔 總公司落到order 甚麼都沒辦法要聽 既然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就正式開始國共合作 究竟國共合作的內容是怎樣 黃埔軍校又如何成立 我們下一集就和大家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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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